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全球为恐怖攻击震惊 我们探讨IS为何在过去一年壮大实力 而巴黎遭受恐攻导火 先是什么 先是哪些警讯 各国采取反制作为 又哪些挑战 而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讯息 美国将台湾列入 反制IS的统一战线 此外中国大陆在一命人质 惨遭S杀害之后 如何解读原先对巴黎恐攻所持的态度 之后在反恐上可能会采取的做法 我们特别邀请中央警察大学 国境警察学习教授汪玉伟观察解析 非常欢迎 汪教授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首先还是要来做最基本的了解 IS有何条件可以迅速崛起呢 最主要原因它因为赛尼的叙利亚 跟伊拉特的一片土地 那这个土地上面呢 它有油园 有油田 有水资源 有水库 另外有城镇 那么它本身在台湾方面 一天光是石油的收入 大概就有上百万的美金 另外一个它可以 它可以控制当地 它可以收取这个所谓的税金 另外还有就是因为它控制水资源 也可以要求周边的这个国家 必须提供相当程度的一些资源 因此它在这边所谓的有土地 那么有这个资源 有财源 另外还有它所谓的外国恐怖主义战士 到它那边去做它作战 所以它已经是一个准军 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规模 因此在这样一个短的时间之内 就像您所谈到的 它从2013年年底到2014年 这个年初开始到一直到今年 它势力开始壮大 一直不断的发展 而且它还继续的 透过这个不管是这个网路 或者其他的一些所谓的宣教的场所 一直吸引来自于全球各地 100多个国家的外国恐怖主义战士的加入 因此它到现在 它的这个所谓的势力 还是一直维持在一定相当的水平 是 那么它们有什么样的意识 可以让很多人愿意加入这个组织 他们是用残暴的行径 目前已经杀害6000多人 难道没有一些反抗的力量吗 问题非常的好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参加这个组织 我觉得它最重要就是 有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理想的一个诉求 换言之 他们是希望回到所谓的 七元六七世纪 所谓的回教律法治国的那个盛世 因此他们认为 《古兰经》才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的经 那么信奉阿拉才会得到永生 因此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对于这个《古兰经》的一种 某种程度的可能是曲解的解释 但它又赋予美好的一个未来的印象 特别是因为它已经在 伊拉克跟叙利亚 占领一片的土地 因此对于一些的在国外的 可能他们本身这些人 他跟这个社会他没有办法融合 可能他受到一些挫折 可能他本身也是在这个宗教上面 或在理念上面跟他是接近的人 所以他们就很愿意去加入 这样的恐怖子女主持 而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残酷的手段 这好像所谓他们未来理想国家的一个 所谓必经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 跟一个过程 而这些被残害的人民 他认为这是必要的牺牲 因为未来这个美好 它即将要呈现 因此在过程当中一定会流血 一定会死亡 而这个就是必要的牺牲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藉由不断的攻击 因为不断的攻击 它才会展现出它是有能力的 那么在这里面当中 就因为藉由不断的攻击 它就会取得很多的一些所谓的裁员 例如说有人愿意去再做更多的捐献 那么有人他愿意参加 因为他认为他目标是可行的 因此一直到今天 即使各个国家 他透过很多的一个严格的立法 阻止这些所谓的本国的国民 到那个地方去 可是对于那些所谓的年轻人 例如说我们讲在15、16岁到21岁 这个年轻人 他们还是很愿意去 因为毕竟这些年轻人 他很多东西 他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么的了解 可是他们有一项的乐血 他们有一个愿景跟目标 特别是他当帝国 那如果说他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多次不公不义的话 他很容易就会被吸引到 那他们透过网络上面 特别在他宣传的这个手段方面 他们非常的有技巧的 例如说他把这个圣战士形容成 或者塑造成 是一个有理想的 有为的年轻人 那么另外一个 他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 认为女性 你就必须应该要加入他们 因为你最重要的责任就是 能够让这个圣战士 能够做很好的一个 安心的作战的一个 所谓的后援的一个基础力量 因此不管是男性跟女性 年轻人 他都愿意去 因为他的理想认为 是可以实现的 是 看来是奉行宗教的教义 或者是理念相近 所以他们就成为 一个壮大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 美国在去年 有攻击ISD面部队 有一些策略 有达到某种程度的效果吗 美国他们认为它有效果 例如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在国会做的时候 他特别说到 OK我们在轰大有效果了 因为我们已经杀了一万多个 所谓的外国恐怖主义战士 可是到现在去统计这个人数 外国恐怖主义战士 跟他们既有的这些 所谓的本地的这些战士 结合起来 他的人数还是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那这里面说明什么 说明说 其实你轰大 还是阻止不了 有人继续参与 可是从另外角度来去思考 轰大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有它的效果 第一个 它人数没有再增加 虽然它的减少的速度 是比较慢的 第二个 IS它没有再继续扩张它的领土 它是在萎缩的 第三个 能让西方国家证实到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四个 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 协同作断跟资讯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 从这几个层面来看 我们可能就不能够 光从这个人数的增减来看 那几个层面 我认为 还是在这个轰大层面上面 还是有它一定的效果 特别是今天 如果你不用轰大的手段 你用其他的方式 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不管按照国际法的 这个角度去看 或从一个国家的 主权的角度去看 你都不可能 进入到叙利亚去轰大 因为叙利亚毕竟 阿塞的政权还是存在的 那伊拉克也是一样 因此 它只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或许 不能够派病院部队 去用轰大的方式 可能才比较是一个好的方式 所以我个人认为 整个 我们如果从各个方面去看的话 它还是有一定的 抑制的一个效果 但是你说完全靠这个手段 那不可能完全解决 可是这个手段 是必要的一个手段一 是 那么也难怪 美国总统欧巴马 在这两天 参加东南亚国协的峰会 那么他也提到 面对这个IS组织 他说过去其实有65个国家 都已经加入 他们的统一的战线了 不过我们再回到一个最新的情况 就是巴黎恐攻 这个导火线又是什么呢 巴黎恐攻的这个导火线 很多人说是因为 法国 他从这个9月27号开始 去轰大西里亚 然后接着在10月5号 派出了战罗二的航舰 去打IS 其实我觉得 当然从表象上来看 好像似乎是 法国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 或者说法国本身 在非洲国家以前 传统一些作为 引起IS本身的不满意 所以得到这种所谓的反制的作为 就是因为你不好 所以我要攻击你 因为你做了不好的行动 所以我来攻击你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表象的想法 因为最主要 IS他们本身自己有他们的 所谓的战略规划 而这个战略规划 并不因为你的动作的与否 严重与否 或者这个所谓的明选与否 而改变他的战略既定的目标 范英之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他要建立的是从 这个所谓的地中海到东南亚的 这个所谓七元六世纪那种所谓 回教律法的治国 那回教律法治国当中 也就是说 他是必须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而不会管你这个国家 有没有说出一些 所谓的反击的行动 因此 法国刚好可能就是他 到这个时段 他轮到了 就必须要去攻击他 像我们现在讲的 你看他现在是跟全球宣战 那他难道不知道说 这些国家一定会做反抗吗 你没有想到说 这些国家他的这个反击会更严厉吗 那他为什么还这样做 去表示说本身他就在他这个战略规划当中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对于这个恐慕主义的攻击 我们可能不能够很表象的说 OK因为我们国家做了什么动作 所以他就会反击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思考 你必须从IS 他本身他的战略规划去思考 如果从这个战略去思考 你就会发现到一切都很合理了 什么意思 因为他攻击的时候 他预期到你会反击很强烈 而他攻击你 并不是因为担心你反击 或者你做了什么动作 不是 而是认为你就是他必须达到他目标之前 必须要去攻击的一个对象 是 那么所以现在他们是按照 他们的所谓的战略规划 就逐步的来扩大他们的势力就对 并不是因为像美国 或者说法国 他采取激烈的反击 所以他才会有所谓报复行动 不能够这样子做单纯的来解读 是是是 那么像现在各主要国家 当然都会采取一些反恐的做法 但是各国现在好像是各有各的做法 会不会形同一盘散沙 丢于各个击破 IS组织他们固然有他们的战略规划 但是如果说大家团结在一起的话 这个阵线对抗起来 会不会成为一个突破口呢 大家一定要合作的 我们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案 包括霸雷恐攻这些事情之后 联合国的很多这些声明 事实上从九一事件之后 大家都希望能够团结合作 去进行一些所谓共同的协力的作为 这里面包括了情报方面 包括了执法方面 包括军事行动方面 但是军事行动它比较引起争议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国家 然后你今天知道别的国家攻击 这个是合不合法 就像这次法国说 他认为它是个战争 可是他做完这战争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定调之后 可是我们看到英国德国 其他国家并没有追随法国的脚步 所以在这个强力的军事反律之外 大家很愿意去做的 就是情报的这个资讯的交流 跟执法如何能够去共同的配合 去做更好的内部的这个治理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里面 事实上一直在推动 不是说现在才有 或者以前没有 不是一直在推动 但问题就在于说 情报分享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威胁本质的改变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好的情报分享 是因为我们有他的名单 我们就可以大家去共同去知道 说OK 他可能会过来 或者他到别的国家去 可是万一有种状况是 我们今天情报分享做得很好 可是如果我都没有这些名单 或者说这些人 他可能就不是名单当中的人 那么就会影响到 我们共同协力打击的作为 那么这个部分 现在是目前大家强化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巴黎的这个 恐慌闻力之后 法国总统就说强调两件事情 第一个全国进入警惕状态 第二个就是做很好的边境管理 那边境管理就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边境的 这个所谓的境外这个部分 我们都能够借我很好的 这个所谓的人口的移动的 这个资讯的交流 包括难民必须要按指纹等等 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能够 在他们还没有到我们境内 之前我们就能够去做 很好的处理 但是有没有说达到百分之百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就在于说 我说因为很多的恐怖分子 他可能本来就不是你规划的 或者你锁定的目标 除非他开始攻击 你才知道原来他是恐怖分子 我们就可以举在 我们讲的像这个 2013年的4月15号 普通的马拉松比赛 那两个兄弟 即使他们之前已经被 ABI曾经调查过 他可能有涉嫌 可是到最后因为民族国家 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面 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证据 当你没有明确证据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做太多的 过早的所谓的预防行动 可是他没有行动之前 你又没有办法对他 做任何的处理的情况之下 所以只有等他攻击发生之后 才会做一些所谓的反制作为 所以在这里面就评到 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你的法律的授权够不够的问题 你只今天大家都希望 能够朝这方面去做 但是各国国家 在司法的这个所谓的 法律的依据上面 在情报交流的标准上面 都不是那么完全的一致 但是已经朝这方面去努力 就是希望能够克服 这个可能会被恐怖分子 利用的漏洞 因此在情报跟执法上面的交流 是一直在强化 而且联合国的安理会 相关结院也希望朝这方面去走 那么我相信这个部分 会逐步的加强 因为反恐是全球性的 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也是一样 不可以有一个漏洞 因为只要你有个漏洞 可以被他利用 他就会透过你去攻击 其他的国家 甚至于到你的国家来 去攻击其他国家的人民 这个都是必须 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是 不过现阶段看起来 就是光是情报的分享 在反制的力量要团结 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挑战 就程主刚才教授 你所分析观察的 美国是把台湾 列入反恐的阵线 我不晓得老师怎么样来看 美国的这样子的 一个呼吁跟期待 因为台湾本身 在这个地缘战的角度上 它非常的重要 我想国际航线 或其他的一些 我们讲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我们的 很多的一些制造的能力 例如说我们的工具机 我们的是价廉物美 又很精确 所以曾经发现过一些 我们讲的这个 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 它从国外间接的 买到了台湾这些工具机 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另外我所提到的 全球反恐 每个国家都有角色 你不能哪个国家不参与 因为不参与 就会被恐怖分子去利用 美国把这个台湾列入 所谓的反恐的阵线之一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 而且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步骤 就像回到我刚才之前谈到的 很多人说 那么我们低调一点 我们不出声 我们不要得罪他 是不是他就不会攻击我们 那事实上我就想 本身这些所谓的 盖达组织系列的 包括伊斯兰国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高调 或低调而不攻击你 他们的攻击与否 完全是依据他们的战略目标 因此我们依据联合国 1367号决议案 我们作为国际的一份子 我们当然要加入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统目主义的阵线 可是问题是在这个处理上面 我们可能还有更多的 技巧性的东西可以去讨论 例如说在这个所谓 什么时候该表态 那什么时候该必须要着力 什么时候必须要公开 就是比较能够跟国际行动配合 什么时候又必须要低调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再去做很多的 细部的设计跟思考 那当然美国把我们列为 这个所谓的很重要的一个联盟 长期来我们跟美国合作 本来就很密切 例如说我们今天得到美国的免签证 两年检讨一次 那我们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恐怖分子 我们把它转送出去 都是在于美国之前提供给我们 很相当多的情报 我们才可以 所以在这里面 当边境管理是反恐的第一线的时候 全球重要的盟国的边境管理 自然都必须纳入到反恐的一环 所以美国说把台湾纳入 我相信主要是指着边境管理这一块 我们不能够让这些所谓的外国恐怖局 但是它可以自由的流动 它的旅行没有限制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切进来 当然美国国家都必须要做 它是最大的努力 防止这些人流动 是 不过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态度 在巴黎遭受恐攻的第一时间 它的反应看起来有点像作弊上官 甚至还提出可能对于反恐打击 似乎是有显示出 其实国际之间不能够有双重标准 因为中国大陆今天有些分离主义 我不晓得教授怎么样来看 但是因为在前阵子 大陆有一名人质 遭到IS杀害之后 中国大陆对于反恐的做法 您觉得可能会有哪些改变呢 中国大陆基本上来讲 它的反恐一直很积极 只是它所定义的恐怖分子 在西方国家有时候认为 它不是恐怖分子 西方国家认为 它可能是所谓的政治异议分子 特别是涉及到某些种族 但是在今年的美国国务院 公布的恐怖主义的各国的报告当中 很明确的指出 中国去年发生三起恐怖攻击案件 那换一支 中国一直喊到说 反恐不要有双重标准 就是说 它明明是恐怖分子 可是它可能有另外一种身份 或者你认为它是另外一种身份 可是它就明明是恐怖分子 而这种恐怖分子 它所表现出来的 任何的条件都符合美国的要求 那美国为什么不认为它是恐怖分子 所以在这个部分 大家 他一强调说 反恐不要有双重标准 指的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说过 这个定义方面是蛮重要的 可是在定义方面 因为每个国家的认知不同 可是我觉得现在美国会比较改变态度的 就是说 OK 它真是承认中国是有恐怖分子 而且可能是跟某个种族有关 因为美国也承认 他们有一个恐怖主义组织 叫东布杰斯坦伊斯兰运动 这样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 那至于说 中国它不会说很明目张胆的 去加入美国的军事法制 因为中国它认为 军事攻击行动是不对的 所以它不愿意去加入这样的军事攻击 但是中国不管是在对叙利亚 或对于约达克 就我所知道 他们也有很多的一些个别的互动 就是说他们有所谓的特使 上面去处理这样的纷争 那他们也强调说用其他的方式 那么现在呢 对叙利亚的问题 或对伊拉克问题 基本上来讲 国际上面可能有重新的思考 可能就不是完全按照 美国跟欧洲的想法说 我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而俄罗斯提出了一些想法 反正现在在欧洲国家有些认同了 或者说今天在伊拉克 也有些认同了 因此 怎么样从根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是比较好的 那我认为用政治手段解决 中国他们会有他们的角色 就看未来怎么样一个发展 因为任何的这个形势的变化 都很快的 特别是同国主义的威胁 它不像一般的国家的行动 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它是非国家行为者 所以它动作很快 因此很多时候国家的 也必须跟着上它的角度 也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当下的很多的一些形势 我们只能说 它大概是从这方面去发展 中国它会去有一些 它的自己本身个人认为 它跟叙利亚 跟伊拉克的直接的互动 可是说它要去跟这个军事攻击 我觉得想达到美国的这种要求 或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距离 那另外一个 它会更希望就是说 能够更公平的对待 所有地区的恐怖分子 因为只要是恐怖分子 它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 它只要残害无辜的老百姓 去攻击无辜的老百姓 它就是罪犯 就必须要处罚 而且这也是符合 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案的要求 很多的国际反恐文字都要求说 今天恐怖分子 没有什么政治犯 没有什么匹护烂民的问题 恐怖分子就是罪犯 就是必须要神之以法 那中国希望在这个部分 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共识 所以它说千万不要有 专逢标准 指的是这个部分 好 我们后续值得进一步来做观察 我们今天针对基金组织IS 在全球发动恐怖攻击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有效的反制 非常谢谢检查大学 国境警察学习教授 汪玉伟提供您精辟的解析 非常谢谢汪教授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